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我們人人 忍者必須死啦 那最近我們忍者必須死的國際版 好像要迎來週年活動囉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 11月18號好像會有一個首次IP連動 那一大堆人都在留言 文章下面留言說 應該就是不知火舞啦 然後也蠻多人希望不是不知火舞的 那大家覺得會不會是不知火舞的 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喔 那今天登錄的時候發現他送了蠻多東西的欸 還有送了出獄的20把金鑰匙 還有出獄的傑森符 跟我們這邊的自選屬性石 還有小黑的碎片 超級無極多東西 這個... 這什麼新主線任務這個啊 本次更新中我們新人尋訪工作 改為常駐主線任務 然後現根據本次調整的任務 以及任何實際狀況 補足主線劇情的獎勵 而且他還有送1900的勾玉 超級無極多好不好 還算是不錯 然後這邊還有送我們這個 村鎮跟烈焰跟這個追雷弓 喔沒問題 然後我不知道那個召喚券是哪邊可以用欸 喔這邊啦 喔他只能用這個一般的是不是 對看起來是這樣子 嗯 那個出獄的這個召喚的東西的話 是只能用我們這邊一般的這個抽抽 他沒有辦法去抽我們這邊的加倍卡池 加倍卡池的話 還是要用我們這邊一般的鑰匙 跟我們這個結神符一樣 所以這個的話基本上我們是可以用他送我們這個 十張這個卷子喔 那出獄結神符有沒有 用於圖線就是這個主線任務 可以開啟是這個圓結神功 喔但是我們上面這個的話就開不了了喔 所以這個算是普通的這個卷子的感覺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手戲吧 好久沒有抽我們這邊的這個忍者必須時間 就來看一下 而且畢竟這個的話也沒辦法 就是累積到之後給那個伊賀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 走起沒關係 來啦敢不敢 給我出亮晶晶 有沒有可能 來囉 喔 真的出亮晶晶了我的天 而且還兩個踩是不是 哇 玉湖三中年不化的白雪 喔唷 玄武林 What the fuck 我 我居然在這個卡池裡面抽到雪武林欸 哇 這怎麽樣 要留我是不是 你以為你給我雪武林的話 我就會馬上練你嗎 好像是可以啦 因為雪武林跟我們伊賀好像是 沒有就是相衝的對不對 哇我的天 然後還有我不會忘記過去更不會停止前行 這是誰 昌雅啊各位 齁 我的天啊 而且抽到兩隻角色欸 這10抽也太賺了吧 我的天 10抽居然亮晶晶啦 哇 真希望這個運氣可以用到我們之後 就是遇到伊賀的時候 完蛋了 太扯啦 總會如此 真的很猛欸 我的天啊 這10抽我是壓根都沒有想到 而且我們還拿到雪武林欸 哇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玩我們這個小小雪 就沒想到居然可以 弄到這個雪武林 然後這邊的這個鑰匙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20版那個就是 出獄的這個鑰匙 來我們再看一下喔 有你再給我出一個SSR好不好 我就認了 就真的超級無敵好運 喔沒有這個是普通紫色 果然沒有天天在過年的啦好不好 哪有可能弄得好運了 我的天 確實確實 如果都一直這麼好運就好了喔 好那目前來做的話 這邊大概就是SR的部分了 而且忍者的話好像不會在裡面轉啦 他只有就是在那個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就是一開始在寶箱外面 就可以看出來這一次是抽到SSR 還是沒有了喔 很明顯 好 鐮刀 沒問題 好 最後10抽 來啊 趕不趕 再一個SSR 亮晶晶有目有 沒有喔 這個是正常環節了 我只能說剛剛那個抽角色真的是 運氣有點偏好喔 哇 直接狗到一個雪武林欸 而且現在目前來說是那個雪武林的這個加倍卡值喔 所以 呵 這是還蠻賺的 但武器這邊的話就比較可惜一點點啦 因為武器這邊的話 啥都沒抽到這樣子喔 然後最近基本上忍者就是要迎來我們這個一周年的這個環節了 所以這個 獎勵或是活動的話應該會算是還蠻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來看一下有沒有 一周年特別節目這邊 有沒有 一周年慶典資料片爆料節目 在這個10月18號的時候會登場喔 那我們今天是16號 然後看到這部影片的話是17號 也就是明天 那大家可以先在這個留言區這邊留言一下 你們覺得接下來 欸?! 接下來究竟會是哪一個活動喔 阿路又是不知火舞的話 我相信大家有可能會有點小失望啦 因為那個已經是大家玩過的東西 那如果有一些就是不一樣的東西出現的話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 喔唷 樹油忍忍這樣的感覺 但我覺得也不一定沒機會啦好不好 我覺得忍者必須使目前來說給我的感覺的話 國際版我覺得他們算是做的還挺認真的 就是他們真的有自己的一番想法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還好還行啦 就不會就是很隨便亂做的那種感覺 真的有想要就是拉大 而且遊玩的人的這個技術也是蠻多的就是了 就是也不用擔心就是 哇 都沒有人玩這樣子 好 那這邊我們這個水紋石真的就比較偏少啦 不過到時候就先等我們伊賀的那個石頭都先養完之後 我們再來就是弄一些東西給這個修靈 看我們這邊有1884這個自選水紋石 還有一大堆東西 這應該沒啥問題啦好不好 這個可以選給我們那個伊賀 先把他練滿之後我們就可以再打一些好東西了 然後目前來說 活動開起來是我們之前玩的勇者集結那個部分的東西 那個活動其實開了還蠻久的說真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秀一下我們的雪武林好了齁 萬萬沒想到阿各位 居然 居然會給我弄到雪武林了齁各位 好爽ㄟ 真的是好爽ㄟ 而且這個是免費送的10抽阿各位 太舒服了各位 太舒服了 然後這邊把這個武器兌換一下 然後冰弓 冰弓跟苦無吧 這個冰弓 然後苦 OK 沒問題 然後直接去打 好久沒有玩雪武林了喔 來玩一下 這邊都已經開戰了 齁 完了 怎麼會沒有卷子了呢 卷子不是應該要很多的嗎 我看一下我自己這邊 我這邊有一個D級的 邀請 來玩個雪武林了齁 寶物這邊還沒換喔 寶物這邊的話 應該要帶個那個 水戒指 然後 水手裡劍 然後再帶一個蛤蟆油 裝備蛤蟆油 然後 帶這個 生命丸子 一堆爛東西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幹嘛 這邊還有那個什麼接力券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個接力券能夠幹嘛的 好像也是 這一次這個 登錄之後啊 就像送這個 票券跟送這個鑰匙一樣給我們的喔 來 走起 神里人 看一下我們這樣有沒有比較好一點點 喔 好久沒有玩雪武林了 我看一下喔 耶 可以飛起來的角色真的很爽欸 阿莉掰掰 阿莉掰掰 有沒有 果然又回到了這個 最初的感動了 不過我們現在打只有打175欸 好少喔 最初的感動各位 有了這個飛 飛行的這個東西我就更不容易死了 媽 我知道 喔 沒問題 來了 哇 幻學 直接打爆了 欸 他怎麼好像衝到前面要去打人的感覺欸 喔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這個我看不懂 是那個接力券的關係嗎 最大接力次數 反正組隊邀請繼續 剛剛我們開大招的時候我們好像往前衝欸 可是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打完那個 打完那個就是那個 BOSS之後他就往前帶了 可是剛剛看起來好像有點不一樣的感覺咯 喔 難道是新的大招 因為我記得他的大招不就是 兩個那個鞭子直接打過去嗎 對不對 水邊阿 然後最後就會變成一個那個 散射的這個水邊 瘋狂往前面突進這樣子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學霧靈 GOGO 走起 哇 來了 雷龍 好久不見了 雷龍 9滴血 OK 有了那邊 187 超低 傷害有夠世界無敵 劈哩啪啪啪的 OK 跳起來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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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 先炸一下 喔 這一炸下去啦 我們這邊的這個傷害就開始拉起來了 我們現在武器因為之前還有生啦 所以武器的話 目前是沒啥太大問題 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大招了 我記得大招應該是沒改變啦 沒可能 來了 對啦 沒有啦 我原本想說他是不是 變了一個樣子 跟一樣阿 哇 但你們看到這個就是 沒有練角色的這個 感覺起來就是這樣子 他就沒有到真的很強悍 欸 這隻雷龍的話才 才吸還低而已 就是也是蠻低階的這樣子 恭喜 呦呼 好 掰掰 雷龍再見 可以 好啦 我們今天要來基本上主要來說 就問大家拉 就是你覺得這個 18日的時候這邊的這個 欸 第一次的這個IP連動 你們覺得會是誰呢 蠻多人都覺得是不知火舞的喔 所以大家的話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活動的看法 然後 這邊目前來說就是登錄的時候他有送蠻多東西的 然後哲平這邊是 今天是蠻好運的 因為我一個 十抽 直接抽了兩隻角色 而且連雪武靈都出來了喔 太讚啦 那大家目前抽到哪些角色呢 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囉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我是蠻多人的 大家 掰掰啦